這是目前市面上唯一有著復古外型的全伏機 有一大堆來自Z8、Z9的進階功能 有著 Nikon 最強的防手震 可以錄 4K 60fps 10bit Unlock 影片長達 125 分鐘 這就是融合了高科技和老靈魂的 Nikon ZF 大家好我是安貞 Nikon ZF 用了四個月 我想先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這段時間的心得 我真的太喜歡這台相機了 我對這台相機或甚至是對Nikon整個品牌 想說的實在有點多 有些其實已經寫在Nikon ZF-C的開箱影片 那個時候很多人的留言都寫了 可惜不是全片幅 很高興Nikon聽到了大家的聲音 推出了這台不僅僅是全片幅版本的ZF-C的機器 而更是承襲了許多來自Nikon Z系列 目前最強大的Z8、Z9上的各種技術的相機 接下來除了外觀設計、功能、規格、影片錄影的實際表現以外 也會提到我到底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台相機 還有ZF適合什麼樣的人入手 先簡單帶一下開箱 我選擇的是搭配40mm光圈2的KIT鏡組 國祥貿易公司貨 盒子打開是一條USB-C to USB-C的傳輸充電線 還有一些說明書之類的 下一層就是相機本體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真的只能說太漂亮了 細節待會會再提到 然後裝上鏡頭就可以開工了 對了現在沒有附傳統的電池充電器了 直接透過相機機身的USB-C孔就可以充電 或是我手邊有用了超過10年的原廠充電器 也可以繼續沿用 既然提到了充電孔也就順便提一下 這個USB-C孔也是可以用於傳輸資料 等於能直接插上電腦把機身當作讀卡機 往下還有耳機孔、D型HDMI線和麥克風插口 由於耳機和麥克風是分開的 也就代表拍攝時可以一邊用耳機監聽了 先說外型和ZF-C一樣也是致敬Nikon的經典相機FM2的外型 不過尺寸上比ZF-C大了一圈 而且致敬FM2的不僅僅是外觀方面而已 實際拿在手上你是能很明顯感覺的出來 這個金屬機身的質感真的很棒 很有以前的相機的手感 之前我也玩過一些其他品牌的 照片看起來也不錯的復古外型的相機 但真正拿在手上的時候 其實是會很明顯感覺的出來 就是一個冰冷的科技產品 這點在ZF上就是完全兩回事 我相信有真正摸過ZF的人應該都會同意 實際把機身握在手上的時候 你是能感覺得到這台相機是有靈魂的 聽起來有點誇張 但是我實在想不到更貼切的形容了 這點後面我會再詳細說明 ZF的頂部按鈕配置可以說幾乎和ZF-C是一模一樣的 頂部從左到右分別就是模式切換的撥桿 ISO轉盤、快門轉盤、電源鈕 開始和結束錄影的按鈕和曝光補償的轉盤 這幾個轉盤是用黃銅打造的 摸起來的手感、轉起來的回饋感 都比ZF-C還要更紮實 網路上甚至有人教你怎麼做舊話 看起來也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除此之外也和ZF-C一樣 都有一個顯示光圈的小螢幕 拇指和食指的位置分別各有一個轉盤 方便調整光圈、快門或是各種設定 握持相機時無名指這邊也有一顆可以自行設定常用功能的快捷鍵 像我自己是設定成了對焦相關的切換 按住這顆按鈕轉前面的轉盤是切換對焦模式 按住搭配後方的轉盤則是對焦框的大小形狀選擇 而背面和ZF-C也非常接近 同樣也都有著翻轉螢幕 不過尺寸上大了一點 從3吋變成3.2吋 用在拍照時可以更沒有角度限制來取景 而拍攝影片時 對於你現在看到的這種對著鏡頭講話的畫面 真的是省得非常多麻煩 如果也會在外面拿著相機自拍VLOG之類的 那這塊翻轉螢幕肯定就是更加分的設計了 外觀上有一點明顯和ZF-C不同的是多了淺淺的握把 雖然說單純以致敬FM2這點來看 本來就不應該有握把沒錯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起眼的握把 確實手感上比ZF-C好太多太多了 但這點當然是相對而言 如果像我一樣用習慣傳統單眼 或是現在Z8這種有著大握把的相機 那還是能明顯感覺長時間握持是比較吃力的 但對我個人來說 ZF本來就是相對Z8輕鬆愜意很多 也算是比較不會長時間拿來大量拍攝的工作用相機 這點對我影響就不大 如果有這種需求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買一個額外的握把 會對長期的握持輕鬆很多 另外有個和ZF-C不太明顯的相異之處 是快門鈕上有了螺紋 可以轉上傳統的快門線 然後你就會發現快門按不下去 對的這個只是裝飾用的存在而已 讓你可以加上自己喜歡的快門鈕小裝飾 重量的話 如果跟在我拿到ZF之前 使用頻率最高的Z8比起來是輕不少的 Z8含電池910g ZF僅710g的重量 對我來說就是相對輕巧的隨身機 特別是搭配42這顆KIT GIN的話 880g的重量也還是比Z8的單機真輕 但如果是和ZF-C的445g相比 那就真的是重了不少 甚至和FM2的515g比也是重的 所以說重量這點我無法直接回答你到底重不重 這個答案其實得由你平常是否有背相機的習慣 又是背哪一種相機來回答 總之對我來說 含KIT GIN880g的重量 能得到全片幅的畫面 強大的性能和超高的可用ISO 都是絕對值得的代價 重量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說到性能 這是讓我深深覺得 ZF不只是全片幅版本的ZF-C的最大原因 尼控ZF採用的處理器 是和Z9、Z8相同的XPIC7 最直接最有感帶來的優點 就是自動對焦真的超級可靠 尤其對於拍人拍動物的主體偵測 ZF去追蹤眼睛的功能非常聰明 無論是用在拍照還是錄影都是 像現在你看我講話的這種畫面 ZF在我過去4個月使用起來 成功率是100% 也就是只要確認了有打開主體偵測的功能 我就可以完全放心交給ZF拍攝 從來沒有失誤過 當然如果在一些極端一點的情況 譬如說光線過於昏暗 或是主體在劇烈移動 或許無法達到百分之半 但成功率也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阿貓、阿狗、鳥類、汽車、機車、火車、飛機、腳踏車 也都可以偵測 這段時間用起來 ZF的自動對焦是讓我非常滿意的 還有一點對於拍照成功率 可以大幅提升的技術 也就是高達8級的防手震 這可是超越了Z8、Z9的一大優點 也是目前Nikon史上最強的減震性能 我試過搭配42這顆鏡頭 手持曝光一秒都算是非常輕鬆的一件事 而用在影片拍攝的時候 相機的防手震 搭配Final Cut Pro內建的穩定功能 三腳架模式一打夠 手持拍出來的畫面 是可以做到像是真的用的腳架一樣 防手震這點讓我印象很深刻 另一個對於凝結瞬間有著直接關係的是ISO 隨著把ISO越拉越高 畫面中的噪點越來越明顯 但是到了6400的時候 啪一下畫面突然就變乾淨了 是的Nikon ZF有雙原生ISO 但官方似乎從來也沒有提過這件事 之前看影視颶風測Z9的影片 Tim有一句話讓我覺得實在是形容得太貼切了 他說 但尼康他就是一個老師 這點在ZF上也有一次印證了 雙原生ISO這很值得拿來提一下吧 但我在官方的網站或是宣傳中 似乎真的找不到他們自己有提過 總之我目前用下來 是還沒有遇過ISO不夠用的情況 即使是在昏暗的酒吧 配個42這顆Kid鏡也是很OK了 而且現在Lightroom的AI降噪真的很猛 兩者搭配起來要在昏暗的地方 拍出純淨畫面的照片 ZF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再提一個我很喜歡ZF的一點 快門聲 這其實我該說有點懷念嗎 就是其實我是先用了一陣子Z8才拿到ZF 而純電子快門的Z8 是完全沒有任何聲音和震動的 當然是可以打開快門聲這個功能啦 而且電子快門也有電子快門的優點 這個是肯定的 但偶爾還是會覺得按下快門的真實聲音和回饋感 是一件令人身心舒暢的事 ZF出乎意料在這點 補灰類這個我生活中會想體驗和想聽到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ZF的機械快門聲是非常非常好聽的 順便提一下 其實ZF是可以進入選單 指定要用機械快門或只用電子前連快門的 但我個人是覺得沒有極端特殊需求的話 通常設定在自動 交給相機去判斷就可以了 至於ZF的續航力 因而我還有一台Z8 所以ZF比較不會拿來超大量的高強度拍攝 但過去幾個月用下來 即使是只帶一台ZF出門 也從未發生過把電池用來乾掉的情況 根據同樣用ZF的朋友表示 他曾經一顆電池拍了3800張照片 所以我想續航力的表現應該算是不會讓人失望的 而且對我來說 因為兩台相機的電池都是EN-EL15C 和以前相機的EN-EL15C能夠共用 間接也省了一筆添購電池的錢 拍照方面有幾個原本更高階的相機才有的功能 也都被下放到ZF 第一是預先釋放捕捉拍攝 能讓你拍到在實際按下快門之前的照片 對於拍攝那種稍縱即時的畫面應該很有幫助 順便提一下連拍 ZF拍攝JPG時可以每秒拍攝30張 若拍攝14bit 若格式則可以每秒14張 因為我比較拍攝動物或是運動賽事之類這種 需要大量連拍的題材 這些數字對我來說就是完全過剩的 經常拍攝上述題材的話 第二點也會非常有感 那就是新的高效率壓縮若格式 也就是旁邊多了一個星星的選項 可以在幾乎不影響畫質的情況下 把照片容量減少大約30% 這對於在外面拍攝減少記憶卡的容量 或是回家後長期儲存的硬碟空間 都是能非常有感減少壓力的 啊 不過不確定到底是蘋果還是Nikon的問題 在MacOS的Fighter 至今都無法直接用空白鍵 來預覽新的高效率壓縮若格式 只能用其他軟體才能看得到縮圖 像是NX Studio或是我後來就乾脆都開Lightroom 雖然也不是看不到 但我想大部分的Mac使用者應該都和我一樣 是很習慣偶爾會點一下空白鍵 來用更大的視窗預覽照片吧 其他來自高階機種的 還有拍攝HLG 也就是HDR照片的功能 還有如果經常拍攝銀河星空之類需要長時間曝光的話 星光顯示可以節省非常多構圖的時間 對於擁有Z8的我來說 2450萬像素雖然相對低 但會覺得反而比較像是優點 主要就是綜合上面提到的 這台相機對我來說是比較以日常拍攝為主 像素已經很夠用了 其次是這樣帶來的檔案容量大小 對於硬碟來說壓力輕鬆不少 而如果希望入手ZF當作唯一一台相機的話 其實有一個功能叫做像素位移拍攝模式 相機會以移動感光元件的方式進行連拍 最高可以拍攝32張RAW照片 然後丟上電腦打開NX Studio 就可以合成出最高9600萬像素的照片 對於提升照片細節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這功能比較無法用來拍攝會移動的物體就是了 否則在合成之後 有移動的東西就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紋路 那如果經常拍人的話 還有兩點對於Nikon目前的相機來說 算是比較少見的新功能 第一是柔化肌膚 總共有三段可以切換 效果我覺得算是很不錯 即使開到最強 也不會有那種非常明顯或誇張的塗抹感 而且這功能最聰明的一點 就是只有偵測到畫面中有人類為主體的時候 會針對膚色進行柔化 所以並不需要擔心拍攝其他東西的時候 會犧牲掉一部分畫面銳利度的問題 第二是人像印象平衡 簡單來說就是微調人臉和膚色的色相和亮度 有點像是以往我們拍攝之後 進到Lightroom把人臉單獨畫上一個遮罩去打亮 或是進行其他處理這道程序 只是內建在了相機裡面 按下快門的瞬間就完成了 內建有三種模式 也可以再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更細的調整 這功能理論上也是只有 偵測到膚色的時候會啟用 不過某些情況下 就是要注意一下畫面中是否有類似膚色的顏色出現 有的話可能也會被影響到 再來是Nikon ZFC影片中也有提過的Picture Control 這是在Nikon家有點類似內建的色彩濾鏡的選項 這次ZF新增了濃艷色調人像 是我在拍攝的時候非常愛用的選項 會比以往Nikon相機都有的人像 飽和度再高一些 搭配前面提到的柔化肌膚和人像印象平衡 可以在植出JPG的時候 省掉非常多瑣碎的後置 那如果是拍攝RAW的話 這些選項也是都可以在電腦上的NX Studio上進行修改或是套用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硬碟空間還OK的話 盡量都拍攝RAW加JPG啦 即使你可能剛開始想接觸RAW 還沒有那麼熟悉這個東西 但保留了這些類似傳統底片的原始RAW檔案 日後想重新挖出來用新的技術去解RAW照片的時候 你會很感謝自己有好好保留RAW檔案的 對了 關於Picture Control的詳細介紹 包含怎麼自己進行詳細的調整 或是去下載別人做好的模擬某些特定底片的色彩效果 我已經寫了一篇完整的教學之後會再來分享 接下來說一下影片拍攝 我的頻道往前翻一點 其實有很多影片就已經是用ZF進行拍攝了 日常拍攝或是說頻道中的影片 我最常用的規格是4K 30fps 由於是6K來過彩樣的 會比一般的4K畫面更銳利更扎實一點 其實ZF最高可以拍到4K 60fps 不過會有差不多1.5倍的裁切 也就是接近APS-C的片幅那樣 ZF雖然無法像Z8那樣拍攝12bit的NRAW 但是由我認為後置空間夠大 檔案大小也比較折衷了10bit的NLOG 其實我即使是用Z8也不太會拿來拍攝NRAW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檔案大小 第二個是我自認還無法駕馭 整套工作流程我都還不熟悉 所以在ZF上主要我就是輕鬆簡單拍攝的話 會選擇H.265 10bit SDR偷懶 如果是希望能保留多一點調色空間 那就會選擇NLOG 而且在某些時候 與Z8搭配當作第二台鏡位的時候 兩台都採用NLOG來拍攝 對於我來說就方便了很多 雖然畢竟感光元件不同 色彩上肯定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但工作流程上還是幫助我省掉了超級多的時間和力氣 總之在影片的拍攝上 有著更專業用途的10bit NLOG 有著目前NICON最強的防手震 有著6K過彩樣的無拆切4K 30fps 對我來說ZF的錄影功能 無論是日常拍攝 還是當作工作用的第二台機器 都算是完全夠用的 再來我想提個ZF讓我覺得樂趣十足的地方 那就是鏡頭 除了陣容越來越完整的新的Z卡口的鏡頭以外 首先你可以使用官方的FTZ轉接環 來將NICON過去接近100年的F卡口鏡頭 都轉到ZF上使用 無論是數位單眼時代的 低開頭有著自動對焦的鏡頭 還是更前面底片時代 F開頭的手動鏡都可以 像我差不多10年前 在日本和NICON F3一起入手的51.4 或是用D90-D810時期常用的其他鏡頭都沒問題 如果轉接的是具有自動對焦的鏡頭 那拍照方面的體驗 我的體感跟沒有轉接其實差不多 對焦一樣又快又準 但錄影的話 或許是因為當時很多鏡頭 根本沒有考慮過 將來有一天會被拿來大量的錄影 自動對焦在某些情況會沒有那麼靈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即使轉接上只有手動對焦的鏡頭 那前面提到的自動辨識人類或阿貓阿狗的主體 也都能正常運作 而且按下放大的按鈕 相機會自動去放大有偵測到主體的地方 新的晶片所帶來的方便性 一樣能在這些老鏡上面帶來很大的幫助 其次是除了NICON自家的鏡頭以外 像我其實也有一台萊卡的M9P 手邊有兩顆萊卡M的鏡頭 就可以買一個叫做天公環的轉接環 讓萊卡的M系列鏡頭也都在ZEV上使用 而且這個神奇的東西 還能讓只有手動對焦的M鏡頭 也具有自動對焦的功能 上面提到的主體偵測也都正常運作 這個東西我之後再來拍一個單獨的詳細介紹影片 總之透過轉接 老的NICON鏡 萊卡的M系列 甚至是SONY的鏡頭 都是可以搭配ZF使用的 雖然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歡這台相機 但接下來我想說一些 這段時間用起來覺得不太順手 或是一些或許你也會希望知道的 該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前面不是說翻轉螢幕很適合自拍影片嗎 不知道NICON是不是把會使用自拍影片的使用者 都定義成的比較偏向麻瓜一點點 我發現在螢幕翻轉過來之後 似乎是無法顯示曝光分布圖的 目前比較折衷的辦法 就是稍微翻回去一點 就會得到一個需要倒著看的曝光分布圖 原本我想說以上這點如果真的有必要 反正我有買一塊監看螢幕 但是當有一天我真的遇到Z8要借朋友錄東西的時候才驚覺 啊ZF並不是全尺寸的HDMI 我手邊根本就沒有線可以接上去 所以有外接監看需求的話這也需要注意一下 等要多額外準備一條線 其次是翻轉螢幕 其實在翻轉的過程時會卡到麥克風耳機孔的 需要在插入這些之前就先把螢幕翻轉好 否則就會有點麻煩 類似的還有鎖上腳架快拆板的時候 很可能會遇到像我一樣的情況 如果不先拆除快拆板 有可能無法完全打開電池和記憶卡的這塊機關 像我搭配的快拆板 就是記憶卡還可以勉強拿的出來 但如果剛好遇到沒電 就只能麻煩一點 先拆掉快拆板 還有當你要取出MicroSD卡的時候 一定得先拿出電池 拿出全尺寸的SD卡 才能碰到MicroSD卡 幸好這張我主要是當作避免忘記帶卡的情況 幾乎保持插在機身裡面 要取出MicroSD卡比較繁瑣這件事 還不至於對我造成什麼頻繁的困擾 外觀有一點我覺得有點可惜的 就是ZF的外型這麼棒 目前卻只有28、2.8和42 兩顆鏡頭是有做復古外型的 我個人是覺得 無論接上其他Z系列的新鏡頭 還是轉接上其他老鏡頭 外觀看起來都會有那麼點古怪 希望之後會補上越來越多復古外型的鏡頭 然後是選單 我一直覺得Nikon實在該大改一下選單的邏輯了 有好多常用功能是被藏在很深的地方 譬如前面提到的星光顯示 雖然可以透過設定快捷鍵會有幫助 但偏偏ZF就只有這麼一顆 對於用習慣Z8的我來說 快捷鍵有點不夠用 喔對用習慣Z8的話還少了一點 我會覺得ZF少了可以設定使用者 ABCD的選項有點可惜 譬如我的Z8就是設定了 A是拍攝30fps沒有減震 用來拍攝上腳架的畫面 B是60fps有開防手震 用來拍攝手持 C是120fps用來拍慢動作等等 就不必每次分開進行太多細部的設定 另外如果像我一樣會拿來大量拍攝影片的話 Z9 Z8有的問題 ZF也有 那就是如果裝上滑軌 並且打開防手震 拍出來的畫面會產生看得很不舒服的 奇怪的抖動 我試過無論開Normal Sport或是電子減震都一樣 後來我的做法就是完全關掉 雖然不開也是會有來自滑軌的輕微震動 但相對打開減震產生的奇怪畫面扭曲 自然的物理抖動進到軟體去選擇穩定 處理出來的畫面在我看來是比較舒服的 很希望Nikon趕快處理這個問題 否則對於偏專業的使用者來說 滑軌可以說是必需品 每次都得記得先關掉防手震 會造成體驗不假 最後這個嚴格說起來不算是缺點 就是在使用Z8之前 我用的是Z6第一代 重播的按鈕在左上角 而Z8卻改到了右下角 好不容易用了一段時間習慣了 嘿 怎麼ZF又跑回左上角了 就像PS5的全和X一樣 我至今還在錯亂 雖然這幾點都不算是完全無解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這台相機 也希望能夠有更多創作者一起加入Nikon的行列 再來回答一下最前面提到的問題 為什麼我特別特別喜歡ZF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前面在講按鈕配置的時候 我忽略了一個地方沒講 那就是拍照和錄影模式的切換鈕旁邊 還有一個BMW的選項 這個東西切過去 相機就會變成黑白的拍照模式 雖然說穿了 這其實也就是套用一個黑白的Picture Control 但我覺得Nikon願意把這樣的功能 單獨做成一個觸手可擊 硬體上存在的開關 真的是很難在其他廠商看到的做法 而且我非常喜歡Nikon對於黑白的調整 拍出來的效果非常棒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ZFC開箱影片 可能有留意到 那時候其實對於外觀致敬FM2這點 我只用了一張照片帶過 但是這次不一樣 真的弄了一台FM2來感受其中的精髓 當我深度使用ZF和FM2之後 才更驚喜的發現 許多小細節都是一致的 例如鏡頭釋放鈕的設計 外圈是金屬 裡面是亮面塑膠 而ZF把螢幕翻轉過來之後 整台相機看起來真的不像一台數位相機 搭配前面提到的轉接老鏡 輕鬆切換黑白拍攝模式的按鈕 就連我手邊這顆生產於1964到1972年之間的52 也能裝上去 這種穿越時空產生交集的感覺真的很奇妙 這顆鏡頭問世時 連我媽都還只是個小朋友 如今卻能跟我30幾歲時擁有的 全新數位無反光鏡相機完美搭配 橫跨40年的兩台相機 都能裝上這顆60歲的鏡頭 這種跨時代的體驗 讓我得以用全新的技術 以操作門檻更方便 按下快門的成本更低的方式 享受Nikon超過百年來的光學魅力 這就是我前面說的 讓我感覺到這是一台有歷史脈絡 有一直以來以耐用精良的品質 文明世界的Nikon所生產的一台 有靈魂的相機 所以Nikon ZF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人購買呢? 我個人認為主要有兩個方向 第一是如果你沒有任何相機 或是說沒有全幅的相機 想要一次到位 那我認為ZF在拍攝靜態的照片來說 有RAW和JPG分別14張和30張的連拍 有來自高階機種的預先釋放捕捉 高效率弱壓縮 9600萬像素的像素位移 有效果很棒 而且具有調整空間的內建柔夫 和人像印象平衡 以及可以玩出很多花樣的Picture Control 錄影更是具有由6K過裁樣的4K 30fps無裁切 或是最高60fps 還可以連續錄製高達125分鐘 而且有Unlock提供了很大的調色空間 對於動態的影像創作來說也算是非常強大 而且主體辨識、對焦性能、防手震也都讓我超級滿意 第二就是偏專業的使用者 或是像我一樣有了Z9、Z8這種更高階一點的機器 想要一台相對輕巧又外型好看的隨身機 而且這台隨身機的性能 又不至於和原本的高階相機差距太大 或是希望把手邊的老鏡頭轉接到新的 夠強的數位機身上來使用 那ZF真的會是一個能讓老鏡重獲新生的好選擇 畢竟現在復古外型的全伏機也就只有Nikon ZF這麼一台嘛 喔對了我發現台灣真的好少使用Nikon拍攝動態影像的創作者 我最近在研究Discord就順便創了一個頻道 如果你有任何想問的問題 或是想一起研究網路上資料還不算太多的Unlock工作流程 都非常歡迎加入 其實我也還沒想好這個頻道會往哪裡發展 總之我是希望至少能讓Nikon使用者們有一個地方可以交流 並且可以保留這些討論 讓日後加入Nikon的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Facebook社團封閉而且不利於搜尋 加上我的帳號莫名其妙被官方封鎖了 Line社群光是圖片會過期 就對於後面才加入的新朋友很不友善 Discord是我目前認為最適合的平台 無論你是迷惘的新手想來尋找方向 還是已經熟悉的使用Nikon相機的資深大大 都非常歡迎加入 下一個影片來說說我用了更久的Nikon Z8 也再次感謝Nikon台灣總代理國鄉貿易的支持 希望越來越多影像創作者一起加入Nikon 我三昇 下個影片見 我三昇 下個影片見 我三昇 下個影片見